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,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民间故事。 今天的故事是,男子去算卦,先生却说你快走,不能给死人算卦。 明朝时期,陕西省有一个刘家庄,庄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名叫刘文。 刘文十岁的时候,父母就去世了,只给他留下一间茅草屋。 可以说刘文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 因为从小就得到村里人的照顾,刘文也知道感恩,他长大后靠打链为生,除了给自己留足够的肉,其他的都分给乡亲们了,而且是免费的。 因为家庭,没有哪家姑娘看得上他,所以刘文一直没娶上媳妇,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生活只够温饱, 生个小病都没钱去看的人。 刘文也知道自己的改变现在这种情况,奈何自己除了一身力气,啥都不会,除了会打猎还是打猎。 一天,刘文又上山去打猎,因为刚下过雨,山路不好走,等到山上,都已经是晌午了,刘文打算先歇歇,再去打猎。 突然不远处传来,嗷嗷嗷的叫声,听上去很痛苦,刘文凭借多年打猎的经验知道,肯定是什么动物被其他猎人布置的不兽家夹住了。 刘文顺的声音走了过去,果然看到一只狐独被捕兽家夹住了腿,被夹住的腿一直在往外渗血。 刘文打出怀里,揣着的刀,慢慢靠近狐狸,狐狸以为刘文想要伤害他,自咬着嘴,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。 刘文赶紧说道,别害怕,我是来救你的,你放心,肯定不会伤害你。 狐狸似乎听得懂人话,放下了警惕,又痛苦地嗷嗷了两声。 刘文小心翼翼地撬开股兽家的夹子,慢慢把狐狸的腿挪出来,期间狐狸一直发出痛苦的声音。 刘文打猎多年,受伤是常有的事,而且在山上待久了,也认识很多智商的草药。 他环顾四周,很快就找到了,也不管脏不脏,就放进嘴巴里面嚼烂,然后把嚼烂的草药敷在狐狸受伤的腿上,忍着点,会很痛,但是越痛要笑越好。 狐狸的痛苦的叫声比刚才大了许多,刘文把草药敷上去后,又从自己身上的衣服撕下一块布,帮狐狸的伤口包扎好。 好了,已经给你处理好了,下次要小心点了。 说完,刘文转身准备离开。 你救了我,你可以提一个要求,无论什么要求,我都可以帮你完成。 刘文惊讶地看向狐狸,真的是眼前的狐狸在说话。 刘文难以置信地问道,什么要求都可以吗? 是的,但是这件事不能告诉别人,以后我们就当从来没有遇见过,就当我向你报恩了。 狐狸严肃地对着刘文说,好,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,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个媳妇。 刘文胸红了脸,手不自然地挠着头。 你走吧,狐狸拖着受伤的腿,一拳一拐地走了。 这就走了? 刘文有点莫名其妙,你还没说行不行呢? 看着狐狸远去的背影,刘文只当刚才是做了个梦,没当回事。 因为狐狸的事一折腾,天色都快暗下来了,刘文只好先回家,明天再来。 在回去的路上,刘文就看见一个女子坐在路边哭泣,她赶紧走上前去,当她看清女子的脸时,吓了一跳。 这个女子看起来也就十八岁左右,五官长得倒是清秀,可右脸上却有一块红红的胎迹,胎迹很大,遮住了半张脸。 女子看见刘文,手就下意识地捂住右脸,眼神里装满恐惧和害怕。 刘文看着女子,心里不是滋味,问道,姑娘,你是哪里人,好端端地怎么会在这里哭呢? 女子见刘文,竟然不怕她,还敢和她说话,肯定是个好人,于是就把绅士告诉了她。 原来,女子叫小英,因为一出生右脸上就有一块胎迹,所以从小就不受父母待见,而如今家中遭受变故,父母便说是她不吉利,就把她赶出了家门。 她被赶出家门之后,也不知道该去哪儿,就一直走,一直走,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里。 她已经两天没有吃饭睡觉了,又累又饿再也走不动了,就坐在路边歇息。 谁知刚才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路过,看到她脸上的胎迹,就害怕地大哭起来。 于是妇人就生气地把她打骂了一顿,小英想到自己的容貌,不管走到哪里,所有人都嫌弃她,于是就忍不住伤心地痛哭了起来。 刘文突然觉得她很可怜,又无家可归,于是问道,姑娘,你要是不嫌弃的话,就跟我回家吧,我也是孤身一人。 不嫌弃,不嫌弃,只要公子不嫌弃我就好。 小英擦干眼泪,高兴地说道,姑娘,其实人的相貌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心灵美,所以你根本没地要自卑的。 刘文语重心肠说道,公子,若你不嫌弃的话,以后就让小英服侍你吧。 小英很认真地说道,小英说的话,让刘文想起了刚才向狐狸提的要求,她心想,难道狐狸说的是真的吗? 看着小英,可怜巴巴地看着她,刘文终于点了点头,认真地说道,好。 自从小英跟着刘文回到家以后,刘文不想人家一个姑娘家,清清白白地就这样和她住在一起,于是赶紧找人选了个日子成亲。 刚开始,村里人都对她指指点点的,但是相处下来后,发现小英为人善良和气,不管谁家有困难,只要能帮的,她都会尽力帮忙。 渐渐地村里人都喜欢上了她,再也没有像刚开始那样,见到她就绕着路走了。 而小英自从和刘文成亲以后,得到了从前从未得到过的温暖,她是个感恩的人,每天都跟着刘文上山打猎,回到家里就做饭洗衣服,从来没有过怨言。 刘文也觉得日子过得很幸福,有个这么贤惠的妻子,把家里里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很好。 没多久,小英就怀孕了,把刘文高兴地见人就喊,我要当爹了,我要当爹了。 村里的人看见了,都很替他们高兴,恭喜恭喜。 小英每次见到刘文高兴的样子,都流着眼泪小声地说道,傻子。 很快就到了小英生产的日子,等刘文把接生婆请到家里来的时候,小英已经痛得大汗淋漓了。 刘文在外面听着小英一阵阵痛苦的叫声,恨不得痛的是自己。 不一会儿,接生婆突然打开门逃了出来,心急如焚地和刘文说道,不好了,小英痛得晕过去了,胎儿必须赶紧生出来,要不然大人小孩都有危险,快,只有千年人生才能救她了。 接生婆说完又赶紧进去了,刘文急得团团转,去哪找人参? 去哪找人参?她突然想起一年前救的那只狐狸,说不定她能帮忙,于是她赶紧往山上跑。 来到山上,也不知道狐狸在哪里,她只能万无目的地到处找,边找边喊,狐狸,你在哪? 出来,快出来,别喊了,我在这儿,你需要的东西也在这里,快拿回去吧。 狐狸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身后,刘文也来不及和她说什么了,拿起地上的人参就走,狐狸只能看着刘文飞快的身影,消失在眼前。 刘文回了个好字,就飞快地往家里跑去。 回到家后,刘文赶紧把人参交给稳伯,耗一会儿,刘文终于听到了婴儿哇哇的哭声。 不一会儿,接生婆就抱着孩子出来了,欲言又止地对刘文说道,孩子平安出来了,但是小鹰已经不行了,你进去看看她吧。 刚高兴一会儿的刘文不敢相信地看着接生婆,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,走进屋里,看着闭着眼睛,已经毫无生气的小鹰,碰碰起来。 自从小鹰难产走后,刘文既当爹又当妈地照顾着孩子,孩子是个男孩,长得很可爱,刘文给她取名刘鹰。 因为刘鹰一出生就没有母亲,所以刘文对她是极为宠卖,可以说只要刘鹰想要的,刘文就一定会满足她。 这也导致刘鹰变得十分霸道,脾气也很不好,只要没有满足她的要求,就在地上打滚,刘文没办法,就算不合理的要求,也尽量满足她。 刘鹰十八岁了,身上没有一点生存的技能,刘文也知道原因,都是她灌出来的,这些年刘文替她收拾了很多烂摊子。 刘鹰脾气大,为人小气,动不动就喜欢动手打人,有一次还和别人打架,把别人的手打折了,别人的父母扬言着要把她送关,给她一个教训。 是刘文陪着脸给人家道歉,还给人家赔了钱,这事才作罢。 不但如此,刘鹰还认识了一堆的狐朋狗友,染上了毒瘾,经常伸手问刘文要钱。 久而久之,刘文就再也不肯给她钱,还打骂道,你这个不孝子,你是想要气死我吗? 刘鹰没拿到钱,不甘心地吼道,还不是你惯出来的。 出了家门的刘鹰正愁着去哪里弄点钱来,突然想到小时候,刘文和她说过在山上遇到的狐狸,想要什么都可以实现。 这么神奇的狐狸,要是能捉拦卖掉,岂不是要发大财了? 刘鹰一想到好多的银子,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。 于是她带着一伙人来到了山里,全部分散来地毯室寻找狐狸洞,终于在一处茂盛隐秘的草丛里找到了狐狸。 还没等狐狸反应过来,就将她抓住了。 刘鹰看着狐狸苦苦挣扎的样子,虽然有点不忍心,毕竟如果没有她,就没有现在的她。 但是想到即将要到手的银子,她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 狐狸没有说话,只是恶狠狠地瞪了刘鹰几眼。 刘鹰一伙人,把狐狸卖给了一个商人,拿到了一百两银子,全部平分了,而刘鹰则拿了个大头。 把债全部还完后,还剩下五两银子,刘鹰决定买点肉回去,给她爹刘文好好补补。 回到家后,刘文一看见她回来,没好气地说道,你还知道回来啊,这几天都跑哪里去了? 刘鹰以为刘文会夸她,就一五一十地把狐狸的事告诉她了。 谁知道刘文听完,顿时火猫三丈,你这个臭小子,竟然敢去把狐狸抓去卖了,你不知道她是我们的恩人吗? 当年要不是她,怎么会有你? 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,赶紧去把她救回来。 刘鹰没想到刘文会发这么大的火,支支吾吾地说道, 赎不回来了,怕是,怕是什么? 怕是已经被杀了,他们要的是她的皮。 你,话还没有说完,刘文就被气晕了过去,晕过去前,只听到刘鹰一直在喊爹。 刘文身体好点以后,就到山上在湖里的洞口,给她上了炷香, 走前叹了生气,却不知道在她看不见的地方,有道目光凶狠地盯着她看。 刘文本以为这是过去后,生活会恢复平静, 却没想到刘鹰在外面是越来越猖狂了,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。 直到有一天,在和别人争地谈的时候,失手把人打死了, 被打死的人还是一对有钱人家的少爷。 这可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事,有钱人家不缺钱,只想要刘鹰付出代价。 如今儿子床下滔天大祸,刘文也是后悔不已,能想的办法都想了, 他实在想不出该怎么救儿子。 病急乱投医,他听说城北那边有一位算命先生,据说一算一个准。 刘文赶紧打听了算命先生住的地方,一刻也不敢耽误地, 来到了算命先生的家。 一进门,刘文就问道,我应该怎么救我儿子,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。 李算子没有说话,刘文以为他是想要银子, 他赶紧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五十两银子。 算命先生却叫他赶紧走,他说道,我不给死人算卦。 刘文不明白了,自己明明活得好端端的, 为什么算命先生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,就不是在咒他死了。 算命先生说,当初那只被抓的狐狸回来报仇了。 听到这句话刘文大惊失色,他知道是他们忘恩负义, 他来报仇也是正常的,但是他也不想儿子没命, 于是他连忙问算命先生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 算命先生说,你回山上去,狐狸自然会来见你。 你俩将事情说开,也许可逃过一劫。 刘文来到山上,站了一会儿,狐狸就出现了。 狐狸说,好久不见了。 狐狸一看见狐狸,就跪下来诚恳地说道, 都是我的错,我不应该把当年的事说出去, 现在我知道错了,你就原谅我吧,救救我儿子。 狐狸一点都不领情,你的跪拜我可受不起, 我那么相信你,让你娶上了媳妇, 还给了你一只千年人生,救了你儿子的命, 你儿子却伙同他人来害我,这是何道理? 那天他被抓去的时候,为了物尽其用, 他们先是放干他的血,再打算把他的体液给包下来, 幸亏有个道士把他给救了。 狐狸知道刘英是刘文的精神依靠, 他现在这么痛苦,也是咎由自取, 你走吧,以后永不相见了。 刘文精神恍惚地走下了山, 最终刘英因为杀人被判了斩首, 斩首前,他对刘文说, 要不是因为你一味地宠溺我, 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, 我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 是你没有好好教导我怎么做人, 你不配做一个父亲,你不配。 刘文失去了唯一的儿子, 白发人送黑发人, 打击之下一病不起, 最后孤单地病死在床上。 村里的人发现后, 就在后山随便找了个地方埋了。 做人千万别忘恩负义, 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, 善恶中有报。 教育子女也不能一味地宠溺, 不加以约束。 这样的孩子长大后, 喜欢以自我为中心, 自私自利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 感谢您耐心地收听, 如果您感兴趣, 请您点点赞, 关个注, 谢谢, 也希望各位在收听收看故事的同时, 帮忙给博主评论和转发, 谢谢, 我们下期再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